嗨 大家好 我是湘芸 我今天要教你們的是 怎麼做那個 不用錢的表情包 然後它是會動的那種 我以為另外一支影片是 教你怎麼做不會動的那種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這裡有連結 或是下面那個資訊欄有連結 你可以點去看 這兩支影片都蠻簡單的 然後這支影片會 GIF會比較長 因為它是 它是動態的 所以它會需要 花時間去上傳 但是也不用花太久的時間 然後我會教你們怎麼做一步一步來 就是從一開始到最後這樣 然後你覺得這個有用處的話 幫我按個讚 然後或者是分享給你朋友 或者是分享給你的 就是社群的朋友 新的直播主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會幫助你們 因為這也幫助我們很多 就是我覺得很好玩 對 然後幫我按個讚 然後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訂閱我 那我們就開始囉 現在就把手機拍好的影片 上傳到我們的電腦 那拍好的影片 最好是小於五秒鐘 因為它上傳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另外要提醒的就是那個 影片你希望它亮一點 因為之後縮小啊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變暗 所以我會選擇把它調亮一點 然後這邊我們就上傳我們的影片 它可以變成GIF的檔案 選好之後我們就上傳 上傳好之後因為它真的要跑一下 所以影片的檔案最好是小於五秒鐘 然後你看它就會幫我們自己去除後面的背景 影片後面的背景 然後你也不用再做一些其他的更動啊什麼之類的 好這就是成果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直接除了去除之外 其實後面椅子還是有一點樣子 但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之後它那個圖片變得很小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是看不到 好那我直接去下載 下載完之後就一樣這邊要再讓它跑一下 然後我剛剛說你想要 如果想要把動圖變更快的話 我們就是下一個步驟它可以把速度變快這樣 好這邊就是上傳我們做好的去除背景的GIF 動圖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就是縮小我們的尺寸 看這邊就把它頭部就是頭割下來就好了 你切割好之後我們往下拉 下面有選擇就是這裡 這裡你要把那個反勾就是不要打勾 因為你這樣才能改它的1 2 1 2這樣 才能符合BetterTCV的標準 我們往下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你調快 或調滿都可以 但是我想要它調快 然後之後再往下我們就儲存 我改一下名字 所以儲存 好了那它如果跑完就會變這樣 那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下載 下面下載 下載完之後你的圖片就會 你的動圖就會長這樣 然後因為它檔案太大 所以我們要去把它壓縮 所以選擇檔案把它壓縮 然後壓縮完之後我們一樣下載 下載之後就變這樣啦 這就是你的成果 好接下來我們要去BetterTTV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的話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的話 你就去Google的伺服器 然後去下載它BetterTTV的附加程式 那因為我已經下載了 所以我就直接登錄 然後它就會問你要不要連結啊 然後你就是同意 好之後它就進來啦 然後這是我之前上傳的我的表情包 有動作的啊 也有靜態的這樣 好那我們上傳我們的表情包 然後這邊就是打你表情包的 你想要別人打的碼這樣 打好之後我們上傳那個剛剛做好的圖片 好這邊是簡單的敘述 你這個表情包在講什麼 很簡單的講就可以了 我們下拉最後一個打勾 然後送出上傳 好現在上傳完成了 我們就檢查一下我們的圖片 很好 安打很好 好現在我們要回去後台 然後要跟Twitch同步 我們去Twitch的設定 下面有個BetterTTV的設定 一定要是Google的伺服器喔 好往下拉 好這些你都要打勾 就是同意讓它就是可以用表情包這樣 我們關掉 然後刷新 好刷新完之後我們下面有個笑臉 我們點進去看 其實有時候它不會跑在這邊 但有時候它會出現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在對話框那邊打 然後測試看看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是等一下 然後刷新等一下就會出現囉 好 所以我現在測試兩個方式 都出現 然後我放大給你們看 就是之後會長的樣子 好這邊是測試那個OBS給你們看 因為我是用OBS然後直播 然後一樣打在對話框 然後它就會出現 好放大給你們看 很好就是這樣 好啦這樣就結束了 好啦這就是你怎麼做會動的表情包 然後是GIFT的表情包 然後這些都不用錢 然後也我覺得蠻簡單的 那因為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也就是上也就是做了很多這樣 對所以就好好玩吧 對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或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訂閱我 或者是我在直播畫畫的時候 你可以加入我喔 然後我都會放連結在下面 然後你們再去看這樣 然後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對 對 感谢观看